Hello,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Dandy 在这里呢,希望提供给你一些生活小建议 你可以参考,可以预防,也可以鄙视 希望你从中呢,获得一些思考的新方向 今天要来聊聊其实你应该学会演说小技巧 今天要来聊关于说上台讲话的时候 你应该学会的一些小撇步 不管你是学生还是说上班族 我觉得你或多或少在工作上 或是你在学校里面一定会要上台报告啊 或是可能会被cue起来,就是发言的时候 那如果你在这个时候能够慎用一些演说的小技巧呢 它就可以让你在发言的时候看起来更专业 然后更就是庄重 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身份 我觉得这都是蛮值得学习的 如果你是那种很害羞内向 然后很害怕上台讲话的那种人 今天这个就可以让你稍微就是用一些方法回避掉一些 让人家觉得你很紧张 或是你会吐才的可能 然后如果你本身对于自己的讲话天赋 或是演说的技巧 一定觉得我很厉害 我不需要你的教法 那你可以把今天这一集当作是你知道 回顾一下自己是不是有达到这些小小的美感 让你就是觉得说 我其实蛮厉害的,我都有达表这样 首先第一点关于说要怎么样让你的报告或演讲更出色的主轴就是呢 你要先做群众分析 然后再决定你的说服方法 这个对于一般就是没有上过沟通或传播科系的人来说 可能会讲的 哈?下面是群众分析 群众分析就是说呢 你在做任何的报告或是就是公开演讲的时候呢 你的首要任务绝对不是就是写讲稿或是做PPT 很多明明就很善于沟通跟讲话的人 他们在报告的时候或是在演说的时候都划铁路 最大的弊点就是在于说他们没有先做群众分析 什么是群众分析呢? 那就是你到底讲给谁听 然后你这群人到底要听的是什么东西 就是分析一下 你今天要跟谁讲 就是这些人是男女 然后年纪、职业 甚至是你跟她的关系 或者是她跟你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的熟悉程度有多高 举例来说 如果你今天在金曲讲 你本身又是歌手 你要唱歌 你就是相对的你会压力很大 那你在金中讲 你要在上面搞笑跟主持 你也会觉得压力很大 你懂意思吗? 所以你就要先去分析一下 你今天这个场子到底跟你有什么关系 然后跟你你要讲的内容 跟这些群众有什么关系 去分析一下他们想要听的东西 然后再来呢 再把你的资料跟理念才做成PPT 才写成讲稿 然后最主軸是你到底要走哪个路线 你是要走理性诉求还是感性诉求 如果你这个场子就是 举例来说你是一个很研讨会的 那可能就是理性诉求 那如果你今天就是 比方说你是得奖感言 你今天是金曲讲或金中讲 你可能会入围的 你要去上台可能会讲到你的得奖感言 那这个或多或少 应该就是感性诉求 你只要讲的让大家觉得说 哇你真的是讲得很感动 然后有touch到他们的那个心的 那个最柔软的那一块 所以呢你要先去分析一下 你今天上台的目的 跟你今天要讲的内容 对他们来说是什么样意义 跟你要说服什么东西 那这才是首要任务 而不是说你就是 接到你要上台这个指示呢 你就是开始疯狂的 开始做你的那个任何的档案跟资料收集 但是你就没有去先去讲说 你大家讲给谁听 那就真的会滑铁路 第二个关于说 上台演说的小技巧呢 我觉得这点大家都会忽略 就在说你的眼神的动向 一般的演大家可能最基本 都会左右左右这样看 就是要少试一下 就是感觉已经算是很厉害了 也很像有照顾到就是你的观众 但是呢如果你要让你的这个演说 看起来更高级 看起来更专业的话 应该是用Z字形的延伸动线 什么是Z字形的延伸动线呢 就是你演讲的场子可能 举例来说可能二三十人好了 那你的延伸应该是从最后面的左后方 然后扫到最后面的右后方 然后再斜线到前方的第一排的左前方 再直线过去到右前方 这样的Z字形的动向呢 它能够让你所有的受众都感觉到 它跟你像有一点点的眼神接触 哪怕没有直接 可是因为你在扫视的过程中 就是感觉很像你的这一个群众都有被照顾到 你知道人就是这样子 他如果你都是看那个定点 你没有在看那些人 他可能就开始做别的事 他精神可能就开始换散 但是如果你有一直在扫视 他可能就觉得 你很像有在注意我 他就会相对有点比较认真一点 所以你的这个演说 或是你这个报告 可能就会比较能够得到大家的注目 也可以提升一下就是大家的专注力 而这种做法呢 就是除了刚刚所说的这种Z字形 我觉得如果你要训练自己做到这件事情的前提 是你必须对于自己的讲话 跟你的报告内容一定要非常的 就是了解 而且你已经算是熟悉了 再去行有余力再去做这件事情 如果你点你的报告内容 或是你已经紧张到不行 就放弃这件事情 我觉得就是什么Z字形 或眼神动向 你就是先把你的稿子顺好 然后把你的内容给讲顺 然后行有余力之后 再来调整你的眼神 比方左右左右或是Z字形 就是不要尽量是一个定点 然后我发现很多人讲报告的时候 他可能内容其实是不错的 但是他可能眼神就是一位死叮叮的远方 那其实这种做法呢 就是你内容再好 或是你讲的再棒 很多时候人家就会觉得 你根本就没有再讲给我们听 你就是自顾自然 是个念稿机器 你懂吗 你感觉很没有情感的投入 这样子呢 就会让人家失去耐心 然后也失去想要去听你 那个内容的欲望 可是哪怕你内容讲的再好 我觉得这也是蛮可惜的 所以眼神这件事情 在一个报告上面也是非常重要的关键 接下来第三个关于说 你要在上台或演讲的时候 来提升一下你的演讲力的话 就是讲话的速度 跟场合大小需要做调整 就是再来就是讲重点 什么叫做讲话速度呢 如果你今天只是一个开会 就是会议场合 可能只有三到五个人的时候 你的讲话每分钟的字数 就尽量要维持在200字左右的语速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一分钟大概讲200个字 然后这样才不会觉得太慢太拖 因为你如果人那么少 你讲话的速度又非常缓慢 大家就会觉得很想睡觉 而且就会觉得 好慵懒 好萎靡 可是呢 反过来说 当你的场子的人数越来越多的时候 甚至大到几百人的时候 你讲话的字数就得要放慢了 因为呢 有可能会影响的原因是 因为场子比较大 所以它一定会比较圆 所以你可能会需要到麦克风的设施 或哪怕如果你没有麦克风 你必须要 就是凭自己的音量 去让大家听到 那你就得要把每个字讲清楚 而且把每个字放慢一点 空间远一点的人 才能够不会糊在一起 然后他才能够精准的 听到你的讲话的内容 所以呢 场子越大 你的讲话的语速要越慢 如果你有发现 你就是什么 什么正言法师 或是那些在步道的人 他们讲话都极慢 可是呢 讲话很快 通常是什么 就像广播 像现在的podcast 他讲话就要比较快 因为 你的注意力可能会分散 所以他必须只用 用声音来吸引你的时候 他的语速不能够太过缓慢 不然他就会转台 不然他就会关掉 所以呢 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重点 因为很多人 都回避了这件事情 他可能都用 自己习惯的语速在报告 那如果你讲话 像我这种偏快的人 如果他场子偏大 你讲这么快 其实真的大家也会 注意力不集中 因为他觉得 跟不上你的速度 然后如果你讲话很慢 你再跟比方说 几个人报告的时候 如果你这么慢 大家真的也会 就是注意力涣散 没有想要专心听你说话 所以想要让你演说 看起来更专业 跟权威的话 你绝对要先去理解一下 你的这个演说的人数 跟那个场地大小 这样去调整一下 你的语速 听起来就会更加的厉害 接下来第四个 关于说在演说 或上台报告的时候 要看起来更专业的话呢 就是事先彩排 让你更熟悉流程跟走向 这个呢 我觉得算是 大家应该都已经知道的事情了 所以呢 除了刚刚所说的 你的演说的内容 自己要去re过之外呢 PPT的搭配 跟实际上 如果你今天场合 是你不熟悉的地方 不是在公司 是在外地的话 那我会建议可能提前去做 机器的测试之外 去做一些场地的认识跟了解 你会知道场子多大 你等一下大概可以走多远 因为人的动性 也是一个能够吸引目光的做法 如果你发现 你讲的东西是比较严肃一点的 大家的精神开始有点涣散了 可是那没办法 因为你讲的内容 就是比较研讨会的内容好 那你就可以选择走动 从左边走到右边 从右边走到左边 这种方法呢 就可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让他们再重新 觉得你在干什么 那你懂吗 就会稍稍的 再把他的专注力 拉回来一点 然后再来是动向这件事情呢 就是在事先彩排的时候 也是要先知道 因为你可能会挡到你的 萤幕啊 或是人群大概在什么位置啊 然后你眼神点 要怎么样动 那这都是可以做事先彩排的 再则是 我觉得最重要最重要的是 大家一定知道要事先彩排 但是很少人会做一件事 就是脑中彩排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真的厉害的 演说者会做的事情 一般就是 演说者厉害可能就是 他会在那边对稿 然后把它喊出来 或是计时 但是我觉得最终极厉害的彩排 是在脑中彩排 因为在脑中彩排 那个用思绪 你可以去做一点 有点那种预先设想 你等一下怎么讲 然后你的情绪大概是怎么样 在脑中彩排 有点像心流的概念 你先事先演练过 等一下的情境了 那你等一下上台之后 你就觉得说 我应该会做的不错 而且它也是可以让你稍稍的消除 上台恐惧的这个问题 因为很多人可能上台很恐惧 但是你自己在脑中 就是想象那个画面 跟等一下会在 怎样的情境下 你要怎么讲 然后很多人 你在脑中自己软过 一次两次的那个顺序的话 我觉得你事后上台之后 你就会比较不那么紧张 这也是为什么说 事先彩排 尤其是脑中彩排的重要之一 接下来第五个关于说 你要学会的演说技巧呢 就在于说 在演说之前呢 彩排的时候 除了刚刚所说的 你可以脑中彩排之外呢 那实际彩排之前呢 你可以做一些录影 或是录音 作为彩排的一个 检视的工具 然后再来是 为什么要录影跟录音呢 因为你从中呢 你就回顾跟在重听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说 你可能讲话 有时候你可能会有些 习惯性的坠词 或是语注词 甚至是如果你是录影的话 你连你的肢体动作 跟你的脸部的表情 你都可以重新的去做一些损失 因为有些人讲话的时候 可能会惯性的翻白眼 就是他可能在想事情 所以他眼睛会往上飘 或者是你在讲话的时候 你可能身体会不自主的 就踏步啊 或是你可能身体会 就是动作起伏很大 会很干扰视觉 而这些都是可以从你的彩排 录影的过程中去发掘 然后可以修正一下 因为这些身体语言 可能你平常跟别人讲话 你不会特别注意 但是当你在比较 演讲台上面 你所有的一举一动 你的眼神 你的肢体动作 如果你有那种小动作 会一直在那边抖脚 或什么之类的 其实都会蛮妨碍 你在演说的内容的 所以呢 还有所谓的关于 坠词跟语注词这件事情 像我自己本身在录这个Podcast 我自己也会注意到 我有很多的然后 然后还有这个啊 或是接下来 或是我觉得 这些讲话的个人小习惯 如果你没有录音 或录影 把它存下来 其实你真的在平常的时候 你会很难自觉 尤其你在跟别人讲话 因为在日常沟通题 讲了就过了 所以你并不会这么的意识到 自己在讲话的时候 有这么多的惯用于诸词 可能你每句觉会都会有那种 嗯啊 嘿啊 啊 哦啊 就这些东西其实都会 在一个比较长时间的演说里面 会去干扰别人的听 他会觉得哦 一直出现这个字好烦哦 或是你会一直出现然后 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 然后这件事情很容易会 就是讲话的时候 你为了要填空格 什么叫填空格 就是有些人讲话 他一直在思考 可是他在思考的同时 他又不想要就直接 就这样停下来 他希望就是填满 所有讲话的空档时间 所以他就用很多 所谓的连接词 怎么就是啊 然后啊 接下来啊 我觉得啊 呃 这个啊 就是你知道 这些东西就是 他想要把所有的空格填满 而导致 其实用多了 反而就是你知道 有点适得其反 你有时候反而是空格 想完之后 用比较精炼的语言去讲 大家会觉得比较专业 你与其去追求那种 你要把所有的空格都填满 然后讲了很多坠词 有时候反而听起来就会觉得 你讲话很不精简 然后非常不干练这样子 所以这些也是就是 你可以注意的报告的 小技巧 今天分享了五个关于说 你应该学会的 演说小技巧 希望你在之后上台啊 或演说的时候 可以有一些帮助 最后还是要说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 或想法想要分享的话 可以到资讯栏 我的YouTube跟IG 那边去订阅 跟在那边留言 跟我做互动咯 好啦 这就是今天的 其实你应该 下次见咯